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今天繼續我們的動漫冠軍模擬器啦 各位 經過了兩天的時間 六日這兩天的時間呢 老頭不斷的修煉 然後呢 修煉完畢了 現在呢這個陣容呢 一時之間 無法好好的 講清楚說明白 所以呢 我們之後再慢慢講 今天這一集主要的內容呢 是要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要如何練角色 我們身上的角色呢 有非常多樣化 然後有各種不同的單位 以及很奇怪怪的東西 對不對 沒關係這邊呢 這一集老頭 就稍微把這件事情呢 講得清清楚楚 如果有漏講的話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 直接留言跟我說 如果我知道的話 我就會多做補充這樣子 好不好 那在開始之前 一樣動動你的手指 按下喜歡 以及訂閱小鈴鐺開起來 好不好 這樣對老頭來說 會有非常大的幫助哦 然後呢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呢 老頭昨天晚上呢 剛好遇到了那個 官方呢 12小時的幸運乘以兩倍的活動 老頭呢 抽的時候抽到了 又抽到了 抽到了兩個 然後呢 昨天晚上呢 睡覺之前又抽到一個 原本是只有 呃 原本是只有 那個 剛複翼勇嘛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現在又抽到一個 自然也 那我們現在又多了兩個 我們可以再來抽了 剛好現在有加倍吧 我現在 幸運成22倍哦 所以呢 我們現在來抽看看 我跑錯邊的不是這裡 不好意思 我們要去別的地方 然後呢 如果你們在玩的時候發現 老頭這個 這些地方 你為什麼都沒辦法過去呢 那就代表說 哦 你有些地方呢 沒有解鎖 啊 你解鎖完了之後 你就可以過來這裡了 哦 像是這個地方呢 我記得好像是第五張吧 舅舅冒險野狼的那張地圖 哦 有個地方你把它解鎖完畢之後 用錢錢解鎖哦 你就可以開啟這個地方了 好啦 不多說了 啊 我們只剩下中間這個沒有抽到了 呃其實有抽到這一隻 或是這一隻都不錯 因為我們可以啊 讓他升星 待會再教各位如何升星啊 最高可以升到二星這樣子 好吧 開始 來吧 其實我個人是比較想要 剛復義勇啦 因為我想要給他升星 啊 我是想要給他升星啊 可是不過好像要先分解成碎片呢 有點麻煩 啊 這是有點麻煩 算了 沒關係 誰 哎 哎怎麼又是你 啊我看一下 啊沒有上廣播 可惜了 沒關係 再來一罐 啊這兩罐就給他全部開起來了 來吧 啊如果是自來野的話也是不錯啦 啊可以升更多星 來 就靠你了 哎 哎剛復義勇 哇 有點尷尬 以我想一下哦 看一下哦 剛復義勇是吧 是哪一隻 這一隻C 這兩個的三個都是C有夠爛的 OK沒關係我們抽完了 回到正題哦 我們剛抽完了嗎 我們現在回到正題 哎 要如何提升我們角色呢 既然我們現在人都到這裡來了 我們就先來講一下 如何升星星的部分 在包包裡面呢 你們可能會看見這些核心之類的 元素核心 這些東西呢都是透過這台機器拆解 那這個這個地方要怎麼解鎖呢 哦一樣是在關卡裡面呢 某些地方可以用金幣解鎖 啊其實其實我已經忘記這個是哪一個章節 反正解鎖完畢這邊就會打開了 哦然後 啊 這台機器呢就是要讓讓你拿核心的哈 我直接示範一次好了 像是呢 我隨便把一隻我731放進去他是神話等級的 你就可以拿到神話元素 神話元素核心隨便都可以反正 啊方便稱呼就好了 好我叫他元素好神話元素 啊你就拿到5個 啊 我的神話元素現在有170 啊那如果你是放傳奇的話呢 啊 顧名思義啊他就是會是傳奇的 不過我的傳奇好像 我的傳奇好像都被我刪掉了是不是 啊沒關係 普通的也可以這個普通的元素 啊我獲得了一個普通元素5個 啊在哪裡在這裡啊 這些元素呢就是可以讓你升等 啊然後呢這邊有兩台機器啊 這台機器的話呢 啊貌似是只能升一等啊只能升一等 就是只能升一星啊然後這台升二星 為什麼我要講貌似呢 原因是因為哈 哎這台其實也可以拿來升一星 所以我就不曉得這兩格的差距在哪 不過沒有差 啊反正你們就一樣是要一星 然後再升二星這樣子啊我都已經習慣用後面這台 啊這台的話呢 要用金幣500m來解鎖 哎然後呢我們就直接進來 假設呢我要來升 升誰啊啊 我們來分解一下好了啊 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剛復義勇 剛復義勇升一星上去的話呢 需要10個 哦他需要10個這個宇宙宇宙元素 那我們把 啊我們把那個誰自來也拿去分解好了 我我我個人比較不喜歡自來也啊 我覺得剛復義勇比較帥啊把他丟進去 結果只拿到5個 嗯 不能一次給10個嗎 沒關係 反正我們現在老頭自來也也沒有練哈 所以說 犧牲一下這兩個好了 反正之後也是會抽的到啦 不用擔心 犧牲一下這兩個好了因為呢 提升一星他的效果是什麼 你知道嗎 增加50%的傷害 我現在這個是530嗎對不對 我這兩個變成變成元素之後 然後再拿一個當那個祭品 啊讓他升一星 他530應該會再往上提升 啊這個升星就是這個樣子 來吧 雖然會很很心痛啊 但是我們還是把它分解一下好了 好看一下我們拿5個 這個遊戲有時候會有bug 我來稍微看一下好了 有 有5個太棒了 然後呢自來也再見 拜拜 然後我們再來直接把他丟進這台機器哦 啊其實這台也可以啊 看你喜歡 反正這台就是專門升二星就對了 其實一星他也包含啊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把我們要升的先放這裡 10個元素 再丟上一個祭品同樣的 下去 啊一星有沒有 然後呢下一次要升的話呢 下一次要升的話就要50個啊 這個就會非常的硬了 知不知道各位 為什麼我還有10個 為什麼 這是bug嗎 我有看錯嗎 這邊是0啊 這應該是bug吧 我覺得 啊切一下就不見了 看一下 哎真的啊切一下不見了 沒事自己嚇自己 好 然後我們傷害現在來到了790 剛剛是530不是嗎 加超多的有沒有 這個傷害直接飛天啦 我跟你講 啊有沒有超厲害 啊這個身心的部分呢 啊已經講解完畢了 那我們接下來來講一下呢 你有時候在抽角色的時候哦 你有沒有發現呢 你的角色單位旁邊 都會有這個符號 啊這個藍色的符號有沒有 神話旁邊有個藍色的符號 然後還會出現這個 旁邊有紅色的符號有沒有 哎其實這個遊戲呢 他有分三個派系哦 那第三個派系呢 就是這一個 啊有一個星星金色的符號 這一個 這一個是最好最強 啊又最難抽 啊如果你有抽到神話上面 有這個星星的符號的話呢 啊我跟你講 啊這個呢一定要留下來 因為呢他的傷害 比一般的神話還要高非常的多 三種派系嘛 那這個派系有什麼用呢 啊首先哦這個派系哈 他可以觸發一個叫做和諧的一個機制 啊這個和諧機制呢 你給他觸發下去呢 他可以增加攻擊力啊 作者有說呢 暫時會增加攻擊力 之後會不會添加其他能力不曉得 所以呢 你們可以盡量去配對 啊像是我這個嗎 紅色的嗎 這個紅色的名稱呢 其實叫做混亂吧 啊好像叫做混亂吧 然後呢 然後呢 呃 藍色的好像叫做秩序 那當我一個混亂裝備上去 配上一個秩序的時候 我下面就跳出來一個配對的 啊 紅配紅配藍配一個對就會有個和諧一 和諧一呢他的能力往這邊右邊看攻擊力乘以1.2 有沒有看到1.2 啊如果你把拔下來 啊就不見了 所以呢 啊儘量呢 是要這種配對哦 啊這只有神話才會出現 你是抽一些其他的非神話的呢 是不會 不會有這個能力的 啊我看一下 啊 你你這個就沒有了 啊那這個另外講這個另外講這個沒有 好我們另外講是這一種的有攻擊力的這一種 啊他是沒有的 那這一個呢是從黑洞裡面抽出來的啊 就是老頭第一集在拍的時候呢 手抽出來的 雖然他可以複製傷害很強啊 雖然他可以複製傷害啊 但是呢他沒有分任何的派系 啊 那個作者故意這樣子給他設定就是避免大家 過於就是 呃 pay to win 過於去濫用這個課金機制讓自己變強 哎 玩那個官方作者就是故意要讓我們 想辦法自己去養自己的角色 而不是光靠課金就變強這樣子 所以呢 課金出來的啊用鑽石抽出來的這一種啊 複製傷害的他是不會有任何派系的 但是總總會有例外 啊因為呢這個啊黑洞這個轉蛋呢 他裡面其實可以抽到迪歐哦 哎迪歐呢是複製百分之百哦 那這個迪歐百分之百你去那個前面那個機器呢 啊這個機器啊宇宙機器把它打開呢 其實是有機會抽到神聖版本的啊 神聖版本的呢有什麼用處呢 我待會再講好不好 待會再講 那我們要如何讓他變和邪惡呢 啊我們其實呢啊原嚴格來講我們要裝 其他種類的秩序 其他種類的混亂才可以變和邪惡 但是呢現在有一個bug啊也是作者 確認的bug就是呢 你同樣一隻裝上去呢 他是可以加上去的 啊作者呢他其實並不希望呢 大家只抽同一隻角色 然後去疊這個和諧的這個機制 他不希望 哎但是現在還可以用啦 啊現在還可以用啦 你看啊有家啊有家啊現在是還可以用 但之後的更新可能就不行了 你可能就要去其他的星球像是去抽悟空 或是去抽索隆啊抽其他星球神話 然後再把他來配對這樣子啊 啊所以說目前為止是可以啊 就是角色重複啊目前為止可以啊 你看我現在這邊已經三個了嗎 但是呢為什麼還是和諧一 因為他還沒有配到另外兩個混亂啊 啊另外兩個混亂怎麼配呢 啊老頭剛好這邊有啦我看一下啊 嗯混亂的話 索隆索隆是秩序哦 啊應該也嚴格來講可以算正義啊 啊像這邊一個 啊我這邊又多一個了有沒有 現在已經是和諧二了 和諧二的話呢攻擊力變成成1.25 其實沒有加很多 啊多個0.5%而已 然後我們再配一個 混亂好 這樣子啊目前就是最高階段混那個和諧三 和諧三的話呢也是加0.51.3哦 哎攻擊力變1.3哦 哎其實我個人是覺得啦 只要和諧一就可以了 因為和諧一1.2倍嘛 對不對 直接變成1.2倍嘛 那你如果直接和諧二 直接和諧二跟和諧三的話呢 其實不會差太多啊 他是越疊加上去加越少 所以說呢 你們的配對不一定要降和諧三 當然是能和諧三是最好 好因為呢有加攻擊嘛 哎但是呢啊和諧1的話呢是加1.2是加最多的 好這個就看你們怎麼自己自己去配對這樣子 哎然後再來呢我們這個派系講完了嗎 哎沒有嗎還有一個派系沒有講 啊就是我們的神聖派系哦 哎他就說葛德里哦英文叫葛德里哦 你們看到這邊呢有抽到很多什麼葛德里的那個宇宙 宇宙什麼星星啊 還是什麼葛德里的誰誰誰之類的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那邊有一個 啊星星符號的這個 這個是今天老頭抽到的啊 睡覺起來就抽到覺得超爽 啊這個能力會絕絕對會比我們原本的神話還要強 然後老頭剛剛就把他練到79級了 這個遊戲的上限是80級哦 哎然後呢這一隻呢他的能力就是 無視任何的派系直接給你加上去 他可以是混亂他也可以是 啊秩序啊就是一個通用就對了 有沒有你看我裝上去他會直接跳這邊不管你怎麼配 他都可以算一個和諧 哎都可以算一個和諧 好不好我現在把他全部拔掉我現在這邊示範一下 你看我現在這邊裝了一個這個 啊有沒有看見啊然後呢我只要在裝一個 啊假設這個好了他原本是秩序嗎對不對 啊他原本是秩序藍色的嗎 我再加我再加一個秩序他會直接配對 哎反正就是變成一個通用角就對了 非常的強啊這個神聖的這個派系非常的好用 然後剛剛講到狄歐這個部分嗎 如果你的狄歐呢抽到神聖的狄歐也可以抽到神聖的那這個裡面呢 裡面這些黑洞的角色哦能不能抽到神聖的我就不知道 但唯獨迪歐我印象中可以抽到因為呢他是用剛剛的那個宇宙膠囊抽出來的 哎只要凡事是宇宙膠囊抽出來的呢都是有機會變成嘎的里啊就是變成神聖啊那我是不曉得目前有沒有人抽到 啊神聖的狄歐啦這邊都沒有看到啊哎如果有人抽到那真的是蠻猛的因為那個機率真的蠻低的啊對啊這個機率是蠻低的哎我現在不能抽了吧 我沒得抽了哎啊這個該怎麼講你要抽的到真的是很難啊啊那這個三個派系已經講完了我們接下來來講一下呢 啊我們要如何提升他的周邊能力吼像我們剛有講到怪癖嗎怪癖是怎麼樣的一個運作呢啊就是呢啊讓我的鷹眼變成雞眼的一個 一個一個機制哦啊為什麼呢因為老頭後來呢啊就亂玩吼不小心把我這個90%複製的傷害給洗掉變成這個然後他就整個廢掉你看他傷害只有360 哎不過那個是一個很嚴重的Bug啦啊我是希望大家不要遇到 哎我是希望大家不要遇到了就是呢當你把他裝進去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呢哎奇怪我不是明明就有怪癖能力嗎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是鎖起來的然後呢這邊他沒有適合的徽章來洗這個怪癖然後呢他這邊也是零 可是當時呢因為我有零獎勵吼所以我有拿到高級的那個 高級的徽章我有這高級的徽章然後呢我就給他順勢的按這個之後按 骰什麼事情發生了你知道嗎沒關係反正我這隻已經爛了示範給你們看 哎被改掉了嗎還是我的啊我已經沒有牌子了啊如果你有牌子你就要小心了啊什麼牌子呢就是這個 這個牌子如果你有你自己要小心好不好非常之危險 啊你千萬不要給他按下去不然的話你的這個就被洗掉你就欲哭無淚 你的複製傷害就不見了好不好好啦這個算是題外話我現在講重點啊再來就是呢我們可以洗怪癖哦像是這一個家伙 啊這個家伙洗怪癖呢我剛好剛剛升到惡心所以這兩個我都可以洗啊我兩個都可以洗然後你看正常畫面就是他這個獎牌對應獎牌會出現嗎然後呢高級的這個獎牌呢也是會出現啊但是已經零不能骰了然後呢神話呢是一次要用三個洗哈我們先隨便洗一個出來好了啊現在隨便洗一個出來 好看可不可以洗到一些能力非常好的啊看來是非常爛啊然後這邊都會有機率哦那機率越低的啊他的能力越好機率越低的他的能力越好那至於呢這些能力有什麼效果呢我現在附一張圖片給你們看哦哎附一張圖片給你們看啊你們自行去查閱好不好你們自行去查閱他上面都會講這個能力是什麼這個怪癖能力是什麼 然後呢再來就是還有一點哦這些獎牌你會發現呢有很多像是這是鬼滅的獎牌啊徽章啊然後呢這個是我的英雄學院的啊然後這個是忍者的這些怎麼獲得呢這些基本上呢你要去他的突襲副本哦哎這個突襲副本呢要打困難模式啊才會給比較多啊你打普通跟一般普通跟簡單的呢啊會給非常的少 啊這是最近改掉的啊這就是突襲模式啊這個也是一樣依照關卡你自行慢慢去解鎖啊會有什麼簡單普通跟困難 哎這個呢困難模式給的獎牌比較多我有試過刷一場大概給六十幾個左右吧六十幾個啊如果你是普通跟一般的話呢你只能拿到十幾個非常的少 還有就是呢野外的野外的野外的王呢也會給獎牌但是機率被改的超低啊以前也是很好刷啊那時候老頭呢刷了 一千多個吧那時候刷一千多個現在變得很難刷了啊超級難刷的啊這個派上來 哎打不死啊兄弟啊死了哦這一次就有掉哎這次給四個啊但是不是天天過年啊所以說呢啊雖然會掉 但是掉的機率很低哎大概就是這樣子就這樣獲得的那我剛獲得是鬼滅的鬼滅的獎牌啊如果你要去洗其他的怪癖的話比如說我洗索隆好了索隆的話呢就要他原本世界的啊好像是第二 第二張吧哎對好像是這一個海盜世界嗎你要去他裡面打裡面的boss又或者去打海盜世界的副本才會給這個海盜徽章啊 才會給海賊徽章啊啊這個徽章呢才有辦法拿來洗哎然後呢個人是覺得啊最好的哦大概就是這個黑洞呢這個是最好的那其他我就暫時不講因為呢 篇幅的關係啊我不想要講太久啊然後稍微洗一下啊洗到了一個速度啊速度2啊有洗到黑洞就賺了而且黑洞真的超強的他的能力呢 好你們可以去看一下那個網路上我剛給你的圖片哦還可以自行查閱這樣子哦然後你看這樣怪癖全部都洗好了啊出現了有沒有這邊都有講解然後呢這個是裝備哦這裝備就是透過副本 會掉的啊你也可以去刷副本有機會掉一些很強力的裝備啊然後每個裝備能力幾乎都不一樣 哎這就是如何強化你身上的角色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啊對還有一樣就是呢啊洗到變成雞眼的這個天賦啊那這個天賦代幣要怎麼獲得呢 據我自己瞭解啦齁除了輸入代碼跟結一些其他區域的任務之外呢 啊你可以去你可以去呢其他地區 啊看有沒有那個小精靈 這個小精靈你找到的話呢啊你點擊他可以拿到天賦幣 然後作者有講齁他之後可能會出一個通行證 啊有點類似像果炭啊哎然後呢讓你方便去找這個小精靈我覺得這個還不錯啊到時候有出我應該會買 哎買了之後呢我就可以知道哪邊有小精靈呢我就可以去看這邊就一隻 看見了沒有受卡哇伊這樣子 哎等一下我拿多少 才給三個會不會太小氣了 而且這個天賦幣啊商店沒有賣啊商店沒賣這種鬼東西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蠻難搞的就是了啊我洗一下 啊反正都是爛數值嗎不要鎖因為你越鎖的話呢他所需要花費就越多 我們先羅骰一下馬上出一個S 啊那就可以鎖起來了有沒有 好在骰我好像沒有錢了 嘿嘿對我已經沒天賦幣了就這樣沒了 啊有點難搞就對了希望他之後可以出天賦幣 再商城賣了好不好我想要直接用買的不然的話呢我沒辦法洗這個能力有點難受現在才在C級而已 啊大概就是這樣啦好不好 這大概就是如何提升我們角色能力的各種方式喔 啊講的有點錯綜複雜 那希望各位呢啊至少可以吸收一下好不好 啊如果還是聽不懂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讓我知道 又或者呢多看幾遍 哎這樣子的話呢你們應該就理解了吧好不好那先到這裡結束啦 感謝各位收看啊如果喜歡這個系列記得別忘記按下訂閱小鈴鐺 以及按下喜歡並且在影片下方說出你的看法 感謝收看我是老頭我們下一集 動漫冠軍模擬器再見了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by bwd6